好 首先我们来告诉大家的 就是在今天呢 撞警案造成三死三疑点 而且在这里还有三个重点 另一方面呢 谢国良出庭 还有咖喱粉呢 整个的就是都受到了这个苏丹宏的影响 那惊爆三月一号 惊爆三月一号呢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呢 在今天呢 三死先三风暴 第一个 90度的转过去仗警察局 有三个疑点 然后另一方面这里面扯到了幻觉 是什么样的幻觉呢 第二个杨文科他的贪污扯到了丰益 但是下送密会扯到了美国 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小草咖啡厅的这个部分 你怎么分说这个是小草支持者付的钱 还是就是民众党有没有付钱 不过我们要抢先曝光的 民众党的小草咖啡厅 在台州已经曝光了 我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大家都非常震撼的事情 预谋撞颈三死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哈 他是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为大家来说 一块一块的拼图出来 他本来昨天晚上 在贡寮的家里面大叫一声 突然就穿了内裤冲出去 然后到八点钟 就是在贡寮奥底的渔港 他就是偷开一个货车 他要开往基隆 开往基隆之后呢 开往基隆在路当中 就是台62万瑞快速道路的 向西的16公里的地方 就追上了重机 38岁的巡路员 他是开着重机 开着黄牌的重机 在那边巡路 结果没想到就被撞 然后掉下了护栏 不幸死亡 然后他之后还没有停 一路往前撞 到十点东的时候 90度大转弯 直接撞了八堵派出所 二四位的男子 也就是苏玉红 当场不幸死亡 还有女警 我们看到的就是呢 廖新田他是呢 惨被压在货车底下 那结果在这里就一死一伤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 还没有结束 他自己呢 这个检犯 他又穿越了暖暖平交道 他又跳下去 在铁轨当中走 走了一段时间 就被驱肩车给撞而死亡 所以在这里真的就是 一共是三个人死亡 一个人受伤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讲 这里先来看疑点 为什么会有疑点 这三个疑点是 第一个疑点 影片 你可以看到这影片 他三秒钟 三秒钟90度转弯 去涨这个派出所 然后呢 完全没有停 还敞刹车 但是你知道呢 他这里面呢 他开了多少 一共有开了 大概31公里 他一路开过去 就找这个派出所 不是很奇怪吗 第二个疑点 罚单吗 2007 2013当中 他有被开三张罚单 但是呢 基隆是第一张 第二分局 辖区 各被开一张 无照 变换车道 但是这个都不是 这一次的八堵派出所 第三个疑点 他一个月之前 拿了5000块 丢到奥底派出所 然后他又取回来 这个很诡异 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疑点 这也是最接近的 他是不是对警察 有一些想象 他为什么一直被罚单 因为他没有工作 但是没有工作 怎么会收到 这么多张罚单 这个是蛮奇特的 那我们另外再来告诉大家 不幸死亡的原警 也就是苏玉宏 24岁 去年在警砖 40期结业 10月才刚分发到 八堵分住所 他的帅照曝光了 然后所长 邓所长就哭了 他是最认真 才到他们所里面 五个月 叫他做什么 他都站在第一线 他说我们真的很难过 然后苏远景的爸爸 悲痛说 儿子才刚刚当上警察 一年就殉职 要警方一切依法来办理 你看这个就是他的模样 在在现场 做了非常多 才1月26号 刚刚在分发爱心物资 然后呢 嫌犯的妈妈也很难过 很可怜 他们一家 他老公早就过世 然后三个小孩 大儿子情绪不稳 二女儿也住院 然后三儿子 就这个儿子 就开车出去 撞死了一堆人